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始点医学是什么 早期我也问 问人家同道 我说医学是什么 有时候听一听 好像都讲的都不大一样 那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刻 原始点发展到已经蛮纯熟 这个医学原始点以它的角度来界定 我认为再恰当不过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内容 手法篇已经掉到后面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你们知道吗 知道 要不要再讲一下 知道 早期都是他处体伤 所以都会介绍原始点 先从手法开始介绍 现在不是了直接 什么是医学 我们开始就一路谈 谈这个医学 那当然解决他处体伤要用到原始点 那是后面 我们就看时间后面有稍微在提 如果没有就照整个原始点的 医学的架构来谈 那现在整本书原始点的图 也只剩这一张了 以前什么疾病由来图什么都去掉了 所以这一张是唯一的一张图表 好 那医学是什么 他要解决的是什么 一般我们初步的理解都是医学为了就是解决疾病 对吧 但如果你们从这个图表来看 原始点要解决的是什么 你看喔 他医学当然要包括临床跟理论 但若实在临床上 在临床的医学一定有诊断跟治疗 两者对不对 那在治疗上 以原始点的角度有分什么 医疗跟保健这两个手段 很多人医疗跟保健搞不清楚这个是在什么 其实这个就叫治疗 从中医的角度也是治疗 但中医的治疗 一针二就三用药他这样带过 事实上他真正的含义 这三个你看 针就是指医疗 就像按推原始痛点就是走医疗 那揪跟药就是走保健的路啊 所以要解决疾病一定要走这两条路啊 那原始点也不另外 他一定是靠这两条路 好那保健是要改善热能副足 他透过这几个方法 所以我认为按推幻处蛮重要 所以这一次特别把它再表示出来 要不然很多我说的硬结肿块这些啊 遇到的你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然后看到一些掉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 都会害怕 然后流血就收手了 就不敢继续温敷了 我看一个也有一个蛇癌物 他就是一直出血 他每次温敷就出血 他出血我叫他还要用姜粉 他就不敢用 每次用就出血 他会怕 然后结果不用怎么样 舌头越来越脏 脏到他连讲话都困难 最后我说 好不好你听不听有你呢 最后他勉强听了 隔一天打电话来说 他舌头已经比较不脏脏 为什么他用了继续流血流了很多 哎 结果舌头肿脏就很难消了 所以很多很多如果没有这个按推患素 或是直打患素体相的概念 你是很难解决 好 那我们这里保健 前面已经稍微介绍了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他就是利用这两个图来解决 那一般的医学啦 我他们是解决疾病 还谈不上如果以西医啦 那如果中医就不是 一定有解决衰老的问题 那现在以前我们说异常 异常形态要不要处理 可不可以处理 早期我们说不要 现在我们有没有处理 我早上放乳癌那个 对不对 那个是壮的组织受数 但如果有硬结肿块 不痛不痒像我这个就是了 如果照我早期叫做异常形态 这个也是异常形态 因为它是不是症的不适感 也不是 壮也不是 功能也不是 体力虚弱也不是 我体力还不错 所以都不是 所以它不属于症状 但是呢能不能处理 这些衰老引起的 真的不能处理 所以原始点 我现在的讲话也不大一样 原始点 它不是只有解决疾病 你看它这一条线来的时候 红线保健到这里到这里 它是自意自我疗异疾病 还有自我疗异怎么样 延晚衰老 那连衰老的异常形态 还是可以处理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们一般的医学 大概就是解决疾病 好 这是 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整个的医学 那原始点医学的目标 跟以前的讲码也有 不大一样 以前我们原始点早期我说 就是因为我要解决我太太的癌症 现在再来看这个癌症小case 连异常形态衰老的 都可以解决 那我们原始点的目标 不应该再讲说 解决当代人所有的病苦 为后人留下一条活路 只是病好像范围太小了吧 我们老有没有在处理啊 有没有 我这个鱼尾文也修了 我原始点开美容院 你们不要去 我是走公益的啊 你看你一听到做美容院 你看大家都开始笑了 我就知道这一次来的 发心不纯症还是有的 好 如果说这样能够延缓衰老 有没有办法做到 有啊 所以这一次 这个过去说解决当代人的病苦 我也都不用 要解决什么 众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 要我这样的气过 我不是解决人类哦 我这里提的是什么 众生只要有生命的哦 那你看我们原始点有没有用在 鸡猫狗猪鸭这些 他们的疾病我们有没有可以照顾得到 有啊我们确实可以啊 那怎么是只有人呢 所以原始点的心量是蛮大的 不是讲空话 是已经可以做到了我们才这样讲的 那原始点 经过这两个途径 就是医疗与保健 能不能达到延缓衰老 能不能治愈疾病 能不能延长寿命 那就简单了嘛 我们只要有生命 就一定会面临到老病死嘛 对不对 原始点虽然没有办法做到 让你们不老 不病 不死 但透过这两个途径 医疗与保健的途径 绝对可以达到改善体相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什么 延缓衰老 致意疾病及增长寿命 那不就是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吗 那所有的生命不外就是这样 人会有老病死 狗会不会有 只要有生命 他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走这几个途径 老病死的路 那他遇到的难题 人类可以解决 这些动物能不能解决 一样的吧 道理都一样 所以在医学的界定上 我已经把这个线拉到后面 就是红线 你就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一年一年的目标好像也不一样 现在因为随着原始点的进步 我已经知道这些都已经可以解决了 但如果你纯粹就医学来看 他比较强调的是这一根疾病 但他们也谈衰老 但是他们是什么 不是用保健的手段 甚至用手术 好 那我们如果从这里来看 理论其实不用谈太多 为什么 中医有没有理论 有 经过理论试诊心法 是不是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阴阳八纲啊 辨证八纲啊 阴阳五行啊 这些太多的理论了 很多理论是读也读不完 然后后代的更多的理论学派出现 我就不谈了 好 理论不用谈 西医更多 对不对 那西医的跟中医有没有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不用谈 各说各 只要怎么样 言之成理 然后能够说得出来 最好是做得出来 但 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样医学 我不敢讲 但原始点是心口如意 只要说得出来 一定怎么样 能做得到 事实上是原始点都是 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先做到的才说 跟我们的医学是完全相反 医学是常常是先有理论 然后大家才去做 好像先画了一个标板 大家再来射箭 但到底能不能射中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原始点是 已经有这个能力做了 我们再来谈理论 所以他是先做出来 好 那当然 他有没有他的理论 当然有 他素体相跟患素体相 就是他的理论 还有热能的概念种种 好 那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了 临床上一定有诊断跟治疗 中医有没有 他们的诊断是什么 好 我已经把它简列了 不要想太复杂 中医最主要 他们一针二就三中医药 是治疗的方法 那诊断在哪里 因为治疗一定要经过诊断的指导 他才能发挥疗小 如果没有诊断是不行 那中医是用什么来诊断 如果一针跟二就用什么诊断 作为诊断 绝对不是四整心法了 了解吧 那是用什么 经络理论 来指导针灸的外置法 这样知道吗 所以经络理论就是 他们以这个为依据 那如果到三用药的时候 就是用什么 四整心法 然后四整心法是一个手段 万无万切 之后才有一些延伸的 辨证八纲种种的一些说法 好 那我们先就 从源头这样谈一下 好 那原始点呢 原始点后来我会讲 现在先卖个关子 原始点粗列的 就是三大诊疗方法 它是诊断跟治疗完全合一的 它是分不开的 跟我们的医学是不大一样的 好 那西医呢 西医很简单 就是它的诊断是以什么为主 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为主 作为主要的诊疗对象 你有什么病 还是要透过仪器检查 好 检查出来 他们才会 就是开方式啦 或是什么 处理方案才会出来 好 那这个是 都是要经过这样的手续 所以你们只要落入到临床 你去看医院 大概就是不外就是 诊断跟治疗 但有没有理论 都 了解吧 那如果我把理论拿掉 说直接谈临床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原始点也有它的 譬如说我们的论热冷 这个就是理论啦 怎么会没有理论 何谓原始点 这个就是理论 这在每一篇里面都有 所以理论我们 因为大家各有各的说法 那我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我在乎的是 你们懂不懂原始点的理论 所以我们后面会介绍 那诊断与治疗 大概从治疗上来谈 中医跟原始点 比较不会有分歧太大 理由很简单 中医的一针 就跟原始点的按推原始痛点 有没有一样 道理是一样 都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 真是穴位 如果揪 它可以改善患处体伤 是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谈只有真 它只能解决什么 他处 好 那这个跟原始痛点 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解决他处体伤 来最后达到解决症 它也不能解决中 所以他对疾病是怎么样 有局限性 所以光一个针 针是穴位 是不能解决所有疾病 所以还要有第二个途径 就是保健 那保健 中医的保健是什么 灸跟药 那原始点最粗略的 就是外内热源 但外内热源要解决 这些硬结肿块肿瘤的话 够不够 不够 不够吧 或是解决水肿 比如我刚刚讲的是 四肢的水肿 那附水呢 光温负够不够 绝对不够 现在以我现在来看 还要怎么样 如果附水要怎么处理 按推换处也要配合 那两者怎么配合 后面到重病处理 我就进一步再讲 现在让大家了解 所以为什么会凸显一个按推换处 那这样说来 原始点前几年的进步是 以怎么样 如果说严格讲 2018年以前 比较着重在怎么样 按推的话 着重在他处 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2018年以后 开始着重在怎么样 按推换处 所以这里你看 按推他处 进展到按推换处的时候 原始点已经算是一个怎么样 很完善的 但到2018年以前的学员 没有听到这里 你说他是不是生锈 完全生锈 他们不知道在搞什么原始点 他们搞的原始点 跟我已经差距太大 所以我都 有人说他们是我的学生 我一个一个都不认识了 而且越来感觉 跟你们距离也越来越远 为什么是这样 简单讲 我从2017年以后 我就好像没有去国内在讲课 你们根本也得不到怎么样 新的资料 我在想什么 跟你们在做什么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喷到血就还在怕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按推换处 按完之后会肿胀 会痛 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他的胸部期就是毕竟 那看起来好像会很严重 因为他流血的过程中 人会很虚啊 甚至脸色会脏白 体力会变差 这个如果照早期的 一看就是恶化现象 那你们看到恶化 你们就怎么样 怕了 那这些都完出来 好 完出来之后 其实到这一个写出来之后 其实整个的理跟刺 已经结合在一起 那原始点我认为 在应用上已经到达一个 算是蛮纯熟 好 那这两个途径 这个早期这个图大家都有 都会 就是会改善热能 然后他真正解决的 当然是患处体伤为主 但是这个热能能不能修复 他处体伤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我们按推完之后 我们要不要温敷 要嘛 那很显然 这个热源的使用 改善热能不足 他不只可以针对患处 也可以怎么样 针对他处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辩证之后 原始点的指导原则是怎么样 枕疗是一体的 他可以直接去他处 也可以直接到他处 包括内热源都可以 因为有了洗眼 患肠 喷鼻 这些方法一路出来之后 他的方法已经更加直接了 跟我们早期的 像中医的保健 揪跟药 那个揪是在小点上 那个是解决不了大病 还是有一点他处体伤的概念 也就是像他处体伤 你按推 那他处体伤 你现在知道的 那个痛点范围都很小 那个揪可以啊 到了患处体伤 那个大面积你怎么揪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很显然 那个针灸又是经过经过理论的 还包括穴位 那很显然 是针对他处体伤而揪的 了解吗 而还不是扩展到患处体伤 而且患处体伤还要配合按推患处 那这种思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我这样讲解你们理解吗 你看包括三用药 好了就像热药 他进去也是全身的 他不可能直达患处的 他不可能 你要叫他跑眼睛就跑眼睛 跑鼻子就跑鼻子 跑肠子就跑肠子 那是不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 直接把热源送到我们要到的地方 那就更直接了 所以我们的热源到了 这个灸跟药那个概念 其实是不大一样 你只要仔细研究 但为了 因为我们原始点已经走到 快没有朋友了 所以我很担心 连中医都不承认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还是认为 啊我们想法一样 不要分的 但是讲课一定要讲清楚 虽然是好朋友 但同中还是有意的 这个不一样不代表 我们要反驳对方或是什么 而是实际上做出来就是这样 很自自然然的 也不是说 因为他做出来 明明就这样 好 那 到了灸跟药我说的 其实那个 那个味道是真的截然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乳癌 我说走到这里 原始点可以继续走下去 还包括我们牛皮痫 现在什么皮肤病 没有一个可以 可以逃得过我们的手掌心的 几乎来一个就一个 包括你看牛皮痫 牛皮痫现在 但我不相信还有哪个医学敢这样说 我们繁星囊疮他们敢这样说 但这些对我们现在热源的纯熟度 已经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认为这个都已经算是可恶 好 那内外热源的我就不多说 但是西医呢 他的医疗有没有保健的 改善热人的方法 你们仔细想 有没有 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 很简单 他这些诊断是没有热人的概念 有没有他素体伤的概念 没有 但是他有体伤的概念 患素体伤的概念 他只要患素 管他患素引起 塌素引起 他反正就是从你症状把它解决掉 所以叫做从果解症 当然也可以解决于一时 但要彻底解决就有一点困难 了解吗 所以他也可以达到医疗 但这样没有热人的功能 他上来就有问题了 他只能解决怎么样疾病 但是他解决的更多 西医不只是症 不像中医的症 他还解决怎么样 中 比如你指头黑掉 像黑脚阿嬷 他们能不能处理 绝对可以啊 他把膝盖砍了 那他脚趾头还痛不痛 砍了都没有了 没有脚趾头 已经丢到一旁了 那时候脚趾头再痛 跟他也无关了 因为不在身体上 所以身体已经没有痛 但这样算不算了 在西医认为还是好 所以他们真的能解决症跟状 我说的是事实 不管他我们怎么说是 不完症或是什么 但明明可以 那解决疾病的症状是毫无疑惑 他们可以达到 那中医呢 中医有没有办法眼管衰老 热能改善了 体质改善了 能不能 可以嘛 他有没有办法延长寿命 有 那体力变好了 能不能治医疾病 也有 所以中医跟原始点这一点 是相一样的 味道不一样 但目标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那所以我认为原始点应该更大 很大量的笃定的讲 因为连异常形态我们都能解决了 甚至可以治老 不只是延缓衰老 我现在讲话是比较客气一点 那这个都掉了 鱼尾纹也不见了 那个不是治老是什么 那不只只有说让你缓慢的 不要鱼尾纹长得越来越多很快速 不是连鱼尾纹果有时候也可以逆转 连那个长出来的多余的肉 我都可以让它消失 所以我老实讲 我现在虽然做得到 但讲话我还是蛮含蓄的 你们就看出我 我这个人是不吹牛的 好 所以从这个医学的图表 已经你们几乎可以用一个很高度的来看 什么叫医学 那原始点不是说出来 它是做出来 所以它因为做出来之后 才证实医学应该就是照了这张图表 那任何的医学只要称为医学 它一定在这个图表里面 可以把它显现出来 它一定要有临床跟理论对不对 临床要不要有诊断跟治疗 一定要 治疗不坏就这两条图境 任何医学都这样 所以你来看 你就可以 这一个图表 其实就像照妖镜 你一看 你就知道 那西医 虽然奥身为医学 但是它的解决疾病 它不解决衰老的 它没有什么养生的概念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只能解决疾病 所以它要求大家怎么样 宝剑能不能治病 西医讲的能不能 不能 不能治病 你们说治病就是犯了他们的天条 对不对 因为游戏是由他们定的 所以这是我的理想图 但跟现实 还有一段差距 这是这个差距是要努力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保健能不能治病 可以吗 治医疾病 治疗衰老 还可以怎么样 延长寿命 这个比医疗治疗的范围还要广 那确实说不能治病 这就是我最后 实业不出书的理由 因为我们都说间接治病 哪是间接 现在都直到患处体 底相那还间接 我是单刀直入的 如果写间接已经用词不精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重新再改 然后也把 我认为应该要表达的 勇于表达 不能说医学说保健不能治病 我们就说不能治病 那这样中医就毁了 如果中医也承认 它真正能解决病症的 就只有真治穴位 它的灸跟药改善体质 然后来修复体伤 达到治医疾病 那这个跟原始点也一样啊 那如果不能治病 那中医保健的也不能治病 但这样中医师就不能开药啊 因为开的都是保健啊 那他怎么能称为医师 现在问题是出在这里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保健能不能治病 所以你们不要再说 我们是推广点不能谈治病 明明治病我怎么骗你们 如果有医疗人员来 那你只好跟他讲 我不治病我保健 他们认为保健就不治病 那就好了 大家不要再讲下去了 再讲下去 其实想法都不一样 但保健能不能治病 如果保健不能治病 中医就不是中医了 中医只有真治穴位 了解我的意思啊 现在是因为中医还算 蛮强大的 国家还支持了 你知道 所以西医还不敢欺负到真 但国家也没有支持我 没有一个国家支持我 没有一个国家支持我 问题是出来这里啊 但真理就是真理 我现在讲的就是因为患者 告诉我的答案 我很珍惜这个 那我如实来表达 是这样 好 那整个医学的图表是这样 我们来读内文 原始点 医 医学 原始点医学 以实证出 通过诊疗 以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就可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其中按推原始痛点属医疗 其余方法则属保健 换言之 医学之实践 应通过诊断 以医疗支援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疗愈疾病 以保健支援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 综上所述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好 其实从图里面 我认为世间本来就是这样 没办法 西医现在独大她说了算 要不然西医她现在是没有保健 她没有改善热能的方法 所以你看组织受伤 她像黑脚阿嬷她只有切割的 处理方法 不像我们身体还可以自我疗愈 那像乳癌 这爆掉了 我们也有治疑的方法 但西医也是切割 但割到不能割她就放弃了 现在的情况 他们说医疗才能治病 但很显然 原始点一路做出来 已经确定一点 保健能治的病 比医疗多还是少 多 尤其后来这两年 我说在处理患素体相 都要用内外热源 而且人处理的病 恰恰是重病 跟生死有关的 所以原始点 为什么早期就一直在说 原始点是保命咒乙治病 你命都没有了 你症状改善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道理也是在这里 好 所以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原始点通过这些方法 已经证实了 这些保健跟医疗可以达到 治医疾病 然后还可以怎么样 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这绝对可以达到 所以医学通过原始点这样 原始点有没有诊断 当然有 所以一定要透过诊断 有没有治疗 有 啊治疗工为什么 医疗与保健 所以这样一看 医学整个就清楚了 原始点有没有理论 有理论 有临床 而且它的理论体系 是越来越坚固 我经过这一次的出来 我相信人家要挑原始点的毛病 很难了 我只能说如果谈理很难了 我有这种自信 那 那在临床上这一两年的进步 又特别神速 已经把患素体伤的问题 尤其热源也用到怎么样 用到一个巅峰呢 用到一个很纯熟 然后要懂得各种应用 比如像 早上放的那个乳癌 第一节放的乳癌 很深 最后要用什么方法 当然按推流血了 但是流阻滋意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江里徒元他还是流啊 还有什么 电热吹风机啊 哎呀你们脑袋不好死耶 他是用电热吹风机 吹几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甚至一整夜都在吹啊 才把那个吹干啊 才把热源渗透到里面 里面才能修复啊结痂啊 你外肤有什么办法 能够透到这么深层啊 所以原始点他的进步 为什么这么快 患者会告诉我们 不是说我们 有时候我们当然教导患者 那患者他们会想很多办法 那有些他们想出来办法 比我们原来的设计还要怎么样 还要好啊 只要好我马上就减来用 然后马上列入书 因为这个我到 到了重病 真正解决生死的 都是在细微处 你没有电热吹风机 不一定会好 那电热吹风机 它能够吹五六个小时吗 一般的可不可以 会烧坏啊 所以我怕你们傻傻的 就去买外面电热吹风机 所以整天说不定就起火了 都不可能 是吗 所以我特别加几个字 特制电热吹风机 要定时定温了 就是怕还要耐用了 怕你们买一些 比较品质差的想来打到 那就不容易 然后电热吹风机 还要一个小小的直接吹 所以你们看那个影片 那个 我不是替那一家广告公司广告 我跟他无关了 但没有这种东西 你就真的很难注意 所以他的外热源现在已经是什么 变化都要善于应用 然后看情况来用 好 所以这些我们也证实了 一定要透过这样 医疗与保健 那你看这些重病不就是保健 那你说保健不能治病 不只治病啊 你命都没有都有可能啊 所以他比医疗在我的看法 因为我们先从医疗效果 按推原始动静 到患处体上 这个过程中 我很深刻的了解 真正能解决病跟命的 是什么 是保健还是医疗 恰恰就是保健 那恰恰就是被我们医学推翻的说 医学只有医疗 不能谈保健 人谈保健 但保健不能说治病 这个绝对 你们现在知道我内心 为什么以前写的那么郁闷 现在说出来有一点畅快 写出来也有一点畅快 也是这样 那保健是什么 简单讲保健就是治病 不只治病 就是保命用的 不只保命用的 还可以延缓衰老 治疗衰老 还可以增长你的寿命 你没有保健 这一切都没有了 你只有对眼前的症状 只有谈到控制而已啊 那解决一死啊 其他你做不了主啊 这个要临终去解析 你们夜做你们就知道 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如实的 是做出来患者告诉我 所以我们医学要有理论 要有临床 临床要有诊断跟治疗 好大家各说各的诊断 我等一下也会说 尤其诊断方面 我认为中医 中医跟原始点是比较一样 那西医的仪器检查 它代表什么意思 我认为也要讲 这个不说清楚 永远是一个谜 所以这一次就是想 大家来我们唱快的谈一谈 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 好那到底保健人质病 还是医疗人质病 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最后这两年最大的突破 就是在这里 感受也特别深 好那医疗治疗一定要通过 保健跟医疗 而保健甚至更重于怎么样 医疗一定要确定这一个目标 那你们走的路才不会走延缓路 然后透过这样有医疗跟保健 你不只能解决疾病 还可以怎么样 老死的问题 可以延缓 增长重命就是解决死的问题 老延缓衰老就是解决衰老的问题 这个没有古话可说吗 其实保命就是有一点面对死嘛 你还能够把命拉回来 这就是解决死的问题了嘛 好那医学我已经讲透了 是怎么会来救测出的我 也要权脱于柠토 等ヒャ 프로